地球最近几天恐怕真的会发生了 而且台湾也会在这个落点范围之内 这是美国太空总署NASA 有一颗重达6顿重的报废人造卫星 就是所谓的太空垃圾 在预计台北时间 星期六的凌晨会通过大气层 而目前推测这个最大的残骸 恐怕重达136公斤 而击中台湾的几率 大约是1万3000分之一 到时候我们躲得掉吗 以往大一幕上演卫星撞地球 不过这回则是史上头一遭 人造卫星撞地球 让全球拉紧报 NASA预估这颗卫星台北时间24号凌晨 通过大气层坠落地表 北纬57度到南纬57度都在警戒范围 台湾当然涵盖其内 全部都包括了 那台湾当然在里面 大概只有1万3000分之一的机会 会击中台湾 重达6顿的人造卫星 预计会碎裂成上百个碎片坠落地表 最重残骸恐怕重达136公斤 若是掉落地面 会造成将近10坪左右的大坑洞 最大的也许100多公斤这样一块 这种钢筋水泥建筑 它是直接打穿的 这个它力道太大了 所以是扑管在室内也挡不住 挡不住的 任何人被卫星击中的几率 大约是3200分之一 乍汗之下比遭累积的百万分之一 与众乐透的2209万分之一 高出许多 但还要再处理全球 将近70亿的人口 因此几率其实只有21兆分之一 所以民众可以不要太担心 别穷紧张了 谢谢陈冠霖 赵国瑞 Table的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